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高兴在海外富有盛名的美食国际巡回讲座能够重新再度登场 有四条路线的主厨能够代表中华美国台湾再次到海外 让我们的侨胞一尝多年来想念的味道 那么我们很期待透过各位主厨专业的展示 让更多的国际朋友能够爱上台湾美食 接下来让我们介绍担任这次美食巡回讲座的四位主厨 各位海外的乡亲大家好 我是潘师傅 目前任职于玉萱的技术顾问 那在业界的资历大概40年 那我曾经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 奉皇城料理铁人大赛中得过冠军 大家都知道说台湾的纬度的关系 然后我们也是一个岛国 农产跟渔产都非常的丰富 这一次我想带给乔宝朋友非常多元的一些料理 希望大家来巡回讲座一探究竟 各位大家好 我是刘宜嘉 目前在台北胡椒饭店服务已经有33年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将近有百道的料理 包括这些的山珍海味 包括家序或是家禽的 还有主食的部分 还有蔬菜的部分 融合所有这些料理非常的丰富 也能够把我们台湾的特色 这些食材跟烹调带到美国西岸这边提供给大家 到时候欢迎踊跃来参加 大家好 我是刘俊良 目前任职于昆山科技大学教师 学届厨一年之17年 曾荣厚FHA国际中餐宴席金牌 我的专场是中餐料理 寻找地道的台湾味 是我最喜欢庄园的事 我这次选用的主食材是台湾特有的红蟹 若质鲜嫩肥美 蟹黄蟹膏更是饱满 我将最拿手的红蟹米糕 也最具有传统的家乡味 带给这次欧洲的侨胞朋友 欢迎来品尝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布欣老师 目前任教育万能科技大学 业界资历二十余年 获奖无数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 参加台湾美食国际巡回奖座 借此机会 将台湾美食结合当地特产 做成创意料理 欢迎大家来参加 欢迎大家来参加台湾美食国际巡回奖座 欢迎大家参加台湾美食国际巡回奖座 欢迎大家参加台湾美食国际巡回奖座 欢迎大家参加台湾美食国际巡回奖座